病情比想象中糟糕 查尔斯希望威廉暂停一切工作 专心陪伴凯特 王室评论员英格利德·苏厄德爆料 查尔斯希望儿子暂停工作 多陪陪凯特王妃 这个建议一曝光 就引发了王室粉丝的担忧 似乎凯特的病情比想象中更加复杂 威廉王子这段时间已经复工 开始处理王室公务 但是整个人显然不在状态 伊丽莎白女王的教会是 永远要把王室职责放在首位 对威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凯特王妃生病后 查尔斯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认为威廉需要放下手里的工作 多陪伴一下家人 也许查尔斯从小缺乏母亲的关爱 因此在王室和家庭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还是希望威廉选择后者 查尔斯希望威廉多会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 陪伴身边的妻子 以及三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不光需要好的物质条件 更需要关爱和照顾 尤其在这个特殊时期 威廉王子甚至需要暂停工作 苏厄德认为 伊丽莎白女王是个工作狂 把国家和王室利益放在首位 并没有给查尔斯太多的关爱 再加上查尔斯的嫡长子 女王对他格外严厉 因此整个童年都留下了意义 因此凯特王妃病倒后 查尔斯给威廉的意见 就是要暂停一切功务 这个时候威廉不出来工作 查尔斯不光不会生气 反而还会举双手赞成 现在凯特在温莎的阿德莱德别墅休养 说是复活节之后就能亮相 但是这样的希望很渺茫 不少王室专家都认为 肯心顿弓的声名太乐观 如今凯特完全处于生死未卜的状态 这些都是查尔斯的个人意见 不希望儿子重蹈覆转 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回默契 查尔斯小时候缺失母爱 对婚恋和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然希望威廉能绕过这个坑 事实上凯特在接受父母手术的时候 威廉三番五次来探病 来伦敦诊所的频率很高 即便如此 查尔斯还是觉得不够 认为威廉最好放下工作 专心陪伴在妻儿的身边 除了参加温莎城堡的授勋仪式外 威廉还出席了电影颁奖礼 过几天还要参加了红十字会总部的活动 显然查尔斯认为家庭更重要 公务可以暂时交给其他人 查尔斯希望威廉回归家庭 多倾听妻子和孩子们的话 而非眼里只有工作 王室职责什么时候都能履行 如今凯特王妃情况扑朔迷离 最需要丈夫精神上的支持 这个时候威廉的内心也很矛盾 毕竟自己时间有限也没有三头六臂 难免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从高清照片也能看出 威廉王子苍老了不少 眼角的皱纹加深了 并且整个人的确瘦了 面对接二连三的健康危机 威廉王子肯定也会手忙脚乱 但是作为核心王室成员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真谛 英国媒体称赞威廉随机应变的能力 认为他处理得很好 但是查尔斯国王的建议 还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或许凯特的病情比我们想象中要更糟糕 不然国王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 催促威廉重返家庭 反倒是王室公务显得没那么重要